有朋友让我推荐一款4万左右的二手B级车 那么今天想去给大家安排一下 4万多呢想要挑一个年份近一点 质量好一点耐用一点的 然后各方面还看得过去的B级车 确实是不好选 要么就是车龄太老 要么就是问题太多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款15年的奇亚K5 当然这个车它不是我卖的车 而是我修的车 顺便用这个车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 我推荐的是14年之后的奇亚K5 因为14年之前的容易有拉钢的风险 就是发动机公里数大了之后会有拉钢 就不推荐了 重点咱们考虑14年以后的奇亚K5 其实长得都一样 这代奇亚K5在这个级别这个价位 B级车来讲 它的外观是很能看得过去的 就这个外观 不管是中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我觉得都不至于说它长得不行吧 当年彼得希瑞尔打造的这一代奇亚K5是真的经典 其实这后面14年15年的 还没有11年12年左右的耐看 它的内饰相比于外观就要收敛很多 稍微有点这种稳重的风格 而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我觉得也不算难看 配置方面也还可以 像它那个电动座椅多功能方向盘 还有这个座椅加热通风都是有的 自动空调这些一键启动 配置方面还是完全能给够了 至少在当年来说比不上国产车 但是比日系车是完全比得过的 后排空间也还可以 总体来说是中规中矩的一个水平标准的一个B级车的尺寸 中央的地台也只是有轻微的隆起 这种日韩系车的后备箱空间是真的大 相比于德系和美系来说要大不少了 完全够用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前的韩系车其实你说它不良心吧 你看人家给你用的全尺寸备胎 当年有几个车用的是全尺寸备胎 推介这款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发动机变速箱质量确实还不错 11年12年的刚才说了有拉缸的情况 但是14年15年的之后就要好很多 你看这款车已经跑了10年左右的时间了 发动机这些是一滴油不剩的 也没有漏油漏水之类的 变速箱坏挡党也是正常的 因为它这个摩比斯的6AT 其实一点也不比丰田的变速箱差 更不比本田和日产的差 我们看一下它的油耗水平怎么样 8.6个油你们觉得高不高 但是我觉得还行 不至于那么离谱 这车跑了7万多公里 不到8万公里 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空调现在是特别特别的凉快 日韩系车的空调 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没得说的 好 朋友们 我推荐这款企业K5的原因 大家也都清楚了 主要就是质量相对于好一点 价格不贵 然后连线比较近 但是这台车它也是有缺点的 就是它这个整个的底盘 质感还有隔音方面 还有操控方面 是远远不如同级别的车的 你别看着它有一个 非常夸张的这种流线型的 一个运动造型 但是这个车讲实话 开起来真的底盘不咋样 轻飘飘的 而且隔音一般 动力也不是很好 毕竟它是一个2.0自然吸气 肯定是没有德系车那种 随叫随到的动力的 不过好在它的油耗并不高 如果说你想要买一块 三四万块钱 然后空间大一点 油耗低一点 质量好一点的 那其实这台车就蛮适合大家 如果说你对动力要操控这些 有更好的要求 那这款车一定不适合你 好吧 那么你们觉得这款车怎么样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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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